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正去透彻这个行业的意义 譬如说这位非典型医师 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关系 他不喜欢穿着白袍 而且他也不习惯在一个隔离的诊间里面看诊 他是医生 而他是在宅医疗的医师 专门到人家家里面去当病人的朋友 对他来说 这件事情才更是这个行业真正的意义 我们一般在看诊在诊间 是病人走到我们诊间来 那我们只看到他这个个人而已 可是在家医疗不一样 我们是走到他的家里面去 我们看到的是他整个环境 但是你看到的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个不穿白袍的医生陈银照要做的 常常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 这天要执行一个非常麻烦的任务 先抽血备血吧 他们要帮80岁患有八斤森症的 每月阿嬷书血 这类个案通常是社工转介 或是以前的老病患 当陈银照知道对方年迈失能 又有就医困难 他们会主动到宅协助 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刚好他状况是很不好 他又血糖非常高 然后有感染的问题 然后血色素剩下4.8而已 算很低 所以脸色看起来很苍白很虚弱 那家属是希望我们帮他处理这事情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已经先答应下来了 然后他就想说 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2月答应家属时 只想到团队成员都是好手 像舒敏以前和他一起 在急诊室打过仗 书血应该不难 他丢给我说我们来书血 书血就很难想象 因为在急诊室确实是 在医院你就很方便 我们要抽HP1C 但在个案家要克服环境限制 张罗设备耗材 抽血比对再输血的流程 还要至少跑三个地方 不能失误 陈英照的决定 真让不少人跌破眼镜 好 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效益 第二个是说风险 输血当然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医药行为 所以你会有输血过敏反应问题 万一整个过程说不顺的时候 有什么办 没人理解他坚持的理由 其实很简单 只要想到阿嬷元气会变好 家属负担能减轻 那就值得 所以他不怕麻烦 做好风险控管 还事先备其同意书检验单 好让流程更顺利 这个血是要去做配对的 比如说它淋到了血 就是我们去捐血东西淋到了血 跟这个血要拿去检验课做配对 配对是OK的 可以输的我们才能够 就是交叉试验 那我们先出发吧 为了这试验可吃足苦头 起初根本找不到能配合的检验所 我们像一般的民间的检验所 没有做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的做cross machine 就是交叉试验这件事情 要到医院的检验所 他不想辜负对家属的承诺 所以到处问到处找 还好后来问到 以前服务的医院检验科 愿意帮忙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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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了 这个要请医院的检验科 帮我们处理 像我们一些很少用的器材 或是一些套品 那我们就跟医院的制裁试埋 医院还蛮帮忙的 总算能送一口气 取血送应过程不能耽误 还要耐心等半小时做比对 这是他们一天的工作中 难得喘息的机会 医师也才接了妻子电话 原来儿子发高烧了 喝热牛奶 让他流汗就可以了 这个医生爸爸交代好处理方式后 又把心思放到眼前的工作上 和老同事分享他们是如何靠自己 去推再宅医疗 我觉得理想状态大概会有四条线出去 但现在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就是会有不同的路线跑出去 要不然我们一个人跑跑不完 其实台湾多年前就针对居家医疗计划 整合升级 有不少热血医生加入 但执行上仍有局限 居家医疗当初定义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狭窄一点 就是纯粹的医疗问题而已 你医生进去以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问题 那你能够连结到这些资源 在日本它是这种联系的服务 就是进去其实是很多的团队 醒来了 有多感觉吗 喂 比如说一个医生去帮病患输血 不只要全程紧盯打抗过敏针后的反应 还要试着找出更多隐形需求 不能只有看到它的贫血或是入床而已 你要给它足够营养 这时候营养是在介入 那去换药的话 就是居家护育所介入 那我们联系到那个A个管 A个管帮他申请的服务 他还有气垫床 只是要学习日本串联不同单位不轻松 就跟书写一样从早忙到完成 要花五个小时 做真的太花时间了 很多人都没有料 陈寅照还是坚持 也许这是个性使然吧 对他来说比起当名医 更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 多年前曾到乌干达当志工 也热爱登山旅游 这是梦想 想要再去一次的 什么东西去哪里 这个基地营啊 圣母东基地营 我以前是想要当那个邻居的巡山员 然后或者去当那个国文老师啊或是什么 就是我或是当艺术家啦 就是我以前想的是这些 后来就你知道那林豪时代嘛 我对于那个传统医师那个 就是整整齐齐的这样子 然后白白净净的 坐在那个诊间看病这件事情 是有一点有点不安 不安 我对于变成那样的人 我有点不安 所以毕业后 他没到待遇优渥的都会区当医生 而是跑到花莲做偏向医疗 在那里终于找到方向 你去他就会觉得说 太好了你来了这样子 因为他有需求在那里 让我们去部署那个需求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他越做越有热情 后来还不计酬劳少 到宜兰的养护所投入长照 并在急诊室兼差 丰富精力让他在接触在宅医疗时 更有想法 他不开一般诊所 而是租下老屋作为复合基地 自己开预约室门诊 还让不同单位进驻 有去家会议所 然后也有长照的A单位 那个案管理师 那也有做家庭照顾者 支持这方案的社公司 然后我们有资能治疗所在这里 这么一来彼此联系更方便 不管是在宅医疗 还是在宅安宁上的任何需求 都能协助案家解决 只是真开始执行 才发现要找个案不容易 让团队更难 我其实也有想过放弃的 我去那个 那个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才完成十个个案的方式而已 很多时间 然后等到申报的时候 发现一万五千元而已 那时候真的有点 这个真的能不能做吗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 理想成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直到有一次他照料的在宅安宁长者 过时了 到家的时候就刚好 看到他是最后几口气 所以就握着他的手 然后看到他就走掉了 他的孩子就形容说 他觉得他不把他等我一样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做这件事情 好像有某一种的使命在那边 陈英照告诉自己不能放弃 支出大就到机构看诊 或做巡回医疗来增加收入 更勤跑案家 慢慢的有越来越多人 想找陈医师 像瑞中脚肿了十年都医不好 陈英照每周来换药 还指导营养社区 让瑞中减重 这有助伤口痊愈 他的用心让伙伴三年来 愿意跟着一起努力 因为你就是都在空调室里面 最不习惯应该是 就是一开始出去跑就是大热天 很不习惯 然后去到暗家的环境 好像你有一开始不 就是不习惯 不能接受这样子 可是我看到他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病人 可是他一把就抓起病人的手 就跟他聊天跟他讲话 他说我们来照顾你 你有哪里不舒服 他希望我们怎么帮你这样子 就可能会慢慢就被他 影响跟感动吧 比较好有两三个要看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如梨姐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你好 姨姨 姨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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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如果 Fogi在跟我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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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那我讲 台湾社会高龄化 长照需求越来越多 在宅医疗 在宅安宁 其实能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即使一路走来不容易 陈宇照依旧不放弃 这一群 在来照顾的这一群人 住院率下降 然后他的生活比较好 整体的社会支出都下降 它不是纯粹是医疗的下降而已 你看照顾的力省下多少 那些长大支出 就减少了 我们也许看到未来 也许政府看到我们这些付出 他也会把这个给付额 像日本一样慢慢逐渐提高 日本他也是经历一段熬的过程 相信当制度越完善 就会有更多医护愿意投入 让更多人受益 那么所有辛苦都有意义 这个社会有你没有你也没有差 你到底能不能贡献出一些东西 我觉得那个还蛮重要的 就是 如果你因为你的关系 做出一些改变 或让这个社会变好一点点 或是某一个族群 因为你的关系变得好 那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比起当名医 拥有优渥的生活 成章宁可脱下白袍 像朋友一样更亲近 用心对待每个生命 他说这是照顾百岁人瑞 也看尽无数生死的自己 最深刻的人生体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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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剩下 剩下半年的生命的时候 那我会想要做什么 那你想要做什么 继续做现在的事情 要不然等死吗 我不喜欢等 我至少能够做到 能够展现自己的事情 到最后一天都很好 到最后一天都还可以 还可以做事情 那不是很好